就是他的问题是说 他觉得这个和谐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名词 他说我们内心有自己的和谐 所以说只要我们内心没有了这个冲突 那我们就可以把和谐带给自己的家庭 但是呢 有没有另外一种绝对的这种和谐 就是这种绝对和谐是我们可以把 不仅是对家庭 而是对所有人都不一样 有有有绝对的和谐 有绝对的和谐 绝对的和谐是本性 是本性 是真性 相对的和谐是旺性 是习性 不是本性 这个绝对的和谐是先天的 这个相对的和谐是后天的 和谐有 有相对的 有绝对的 他是问这个意思吗 绝对的是 是先天的 是本性的 你看小孩生下来就和谐 长大之后他就不和谐了 他就给他自己的利益了 所以相对的和谐是后天的 这个绝对的和谐是先天的 我们生下来之前就带来的 那不是修来的 那么能听得见 主持人的金空老法师好 首先我觉得很开心能够来到这里 亲民净空老法师的指导 因为以前都是在光盘上看到净空老法师 今天能看到本人 很开心 我其实是受我学佛妈妈的影响 就是或多或少听到一些有关佛教的智慧 其中我对有一条一直不是很理解 因为我自己的见识也有限 所以希望净空老法师开始 我记得以前光盘上有看到一句是说到 竞争产生斗争斗争 斗争上升为战争 因为我是在中国长大 然后我是去年被国内派到悉尼来工作 然后我到了澳大利亚的体会很深刻 我觉得整个澳大利亚两千万人口 悉尼是五百万人口 但是中国就一个上海就有三千万人口 我觉得用一句话让我来理解这边 就是我觉得这边的人很幸运 用一句话通俗的话来说 这边是周多生少 然后国内是周少生多 那么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是 我觉得我一直是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长大的 那么人生的每一步 不管是成长或者学校或者工作 都是需要进行